英超的第四輪冷門冷得很緊要 先不要說利物浦2比7輸給維拉 曼聯1比6輸給二次 這個話題就大了 是究竟什麼原因造成這樣的情況呢 很多種說法 一般情況下就是換教練 要是買隊員 其實我覺得 假設一個核心問題不解決的話 曼聯你換教練和買多少隊員都是假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曼聯的隊員沒有了 所謂的隊員就是 以前我拿過經典的比賽來說 1999年的時候 曼聯在歐冠決賽 最後一分鐘逆轉百人拿到冠軍 靠個man 一聽到底的決心和信心 廢格信帶著曼聯這麼多年下來 他為什麼叫做熊魔呢 因為夠餓 夠有鬥志 現在的向心力沒有了 他不是買一個教練和買幾個隊員回來 可以解決得到 最近 摩連奴有一句說話 我覺得到一針見血 他為什麼這麼說呢 他就說 蘇斯克柴現在帶隊 後面的管理層等於是垂簾聽證 就變成這個教練所做的事情 都是聽管理層的 他自己沒有主動權 變成隊員都不相信你 那教練你說他要怎麼做呢 你怎麼換這個教練也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覺得 萬聯千錯萬錯也好 你一定要在頂層設計 多考慮他怎麼周旋 說回隊員的情況 從朗尼開始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脹稅不和 朗尼當年鬧周身的時候 我都認為管理層拿頸就命 問題是這樣的 你再給他一次 那其他隊員怎麼想呢 他這麼高 那你當然打吧 對不對 那你變成了 山齊士來到之後 轉會費不貴 但是他的周身貴 好了 變成了普甲巴 他的心態不平衡了 喂 他拿這麼多 我又拿這麼少 我不想啊 就變成了 不斷地拿矛盾 一時是走 一時是這個問題 或者那個問題 堅尼就說 那些隊員 出功不出力 搞得走這個摩連奴 蘇斯克賊一樣可以搞走他 那就變成了 好了 那如果假設這個隊伍 一盤散沙 他的向心力沒有了 那你不是說 換一個教練 換一個隊員 就可以搞得到 前提所說的就是 摩連奴 你隨便聽證 都不專業的 那為什麼說他們不專業呢 他有職可純的 前幾年 我一早就提到 萬連的結構 如果你不買回一對好的中衛 的話 你很難得到成績 因為我經常說 這個結構裡面 一對中衛 是一個結構的基石 你譬如說 史潭的時候 帶著布朗 後來 李奧菲田男 帶著魏滴姿 都有一對好的中衛 前幾年 那對後衛 我就覺得 整條防線都要更換 結果 管理層買的什麼呢 買球星 買前鋒 結果 就頭重腳輕 變得 教練也真的很難做 所以我就認為 萬連現在的情況 他不是說 換一個教練 就可以解決問題 那就曾經 我在做隊員的時候 1979年 哇 很久遠 好像廣告詞一樣說 廣告隊訪問英國的時候 曾經 在現場 即是溫布頓球場 和柴爾頓老前輩 看這個 祝祖妹拳賽 聯合譜對阿仙奴前後賽 看完之後 柴爾頓知道我不懂英文 他就找一個專門 說中文的 問我 好看嗎 當然是好看 那些前輩 多親近 甚至乎 在前幾年裡 史高斯 明星隊訪華的時候 亦都有過一個很親切的接觸 那我為什麼說這個話題呢 就說 在一些明星和球星 他們的專業素質 不用說 肯定是高的 但是他們的情商也是很高的 曾經多年以前 廢格遜要放走寶格巴 都有一個原因 就是這個人 他有天賦 但是他這個隊員的人品的素質 可能要成為一個大的球星 就是一個很難的事 比較來說 我就覺得 一個隊員的質素 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事 中尚所述 就說 曼聯現在的情況 我覺得 問題在頂層設計 我為什麼說頂層設計呢 因為 你沒有一個好的頂層設計 他的隊伍就沒有一個向心力 就等於曼聯 所謂的熊魔的雲 對雲回來的話 他永遠都是搞不好的 我現在看到了